时间过得好快 现在已经进入了暑假期间 而为了要保护青少年朋友的安全 并且预防犯罪活动的发生 新店警分局就从6月30号的晚间 起展开青春专案计划 针对青少年经常出路的网咖 汽车旅馆还有KTV等场所 来加强领检勤务 而在第一天深夜 就巡获了市民未满18岁的青少年 还有查获三名通气犯和两名毒犯 为了维护暑假期间青少年朋友的安全 新店警分局从6月30号起展开青春专案计划 并在第一天晚间10点进行领检勤务 前往网咖以及有大型包厢的汽车旅馆等处所查查 除了巡获四名未满18岁的青少年 另外查获三名通气犯 与两名吸食K他命的毒犯 针对青少年荣誉聚集的地方 动员警力80余民 针对辖内的旅宾馆 汽车旅馆 撞球场卡拉OK等处 时事领检 然后共查获通气犯三名 然后吸食K他命两名等 新店警分局强调 暑假期间青少年因为没有课业压力 空闲时间较多 如果没有安排正当活动 就容易发生深夜游荡流连不良场所 因此会加强青少年经常出入的网咖 电子游戏场 汽车旅馆 KTV及电影院等场所的领检 以防止犯罪事项发生 将会针对青少年 属辖期间荣誉群聚的地方 不定时的实施领检 然后以维护新少年在暑假期间 能够有一个安全 平安及优质的成长环境 同时新店警分局也呼吁家长 多关心孩子的交友状况 了解他们的活动行增 共同小米青少年 可能误入歧途的潜在危险因子 让这个暑假生活 不要留下任何遗憾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